好来看到今天的这个绷叉叉光点暗设案歌手啊 曾经被扫黑扫进牢里面的黑道歌手郭贵斌呢 昨天到一个三温暖去 结果疑似呢 跟里面有一位日本观光客啊 起了冲突 那么据说是把人家什么肋骨钩都给打断了 警方呢调阅监视器后发现呢 郭贵斌虽然没有在场 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也有动手 今天上午郭贵斌被警方约谈到案的时候 他还是坚称说没有动手打人 他说他如果动手的话 对方早就开花了 黑道歌手郭贵斌带着16岁的儿子 一大早出现在松山分局 因为他涉嫌率众欧商日籍男子 跨进去南 我先说明一下 你可不可以讲到说明一下 是有没有打人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也会还原真相啊 好不好 先说明一下 经过代是怎么样 OK OK谢谢谢谢 6月3号凌晨4点多 郭贵斌带着儿子与友人 到台北市南京东路上 这一间三温暖消费 喝了酒的他在澡堂 遇到同样带着几分酒意的日籍男子 划紧 郭贵斌疑似用了不流利的日文 上了一句你要把架吗 引发双方口角 同样在泡大澡堂里面 稍微有口角 那之后这个日本 日本人在洗完澡之后 在在更衣的 就是穿上衣服的时候 那要出要离开三温暖的时候 结果就遭到四五个年轻人来殴打 警方说日籍男子的友人 十姓男子曾经出面缓夹 以为冲突结束 没想到店外又冲进五六名男子 对华锦拳打笑踢 甚至拿起三温暖类的木棍 当成武器 让华锦露骨断裂 肾脏挫伤 隔天宴完伤气呼呼跑到派出所提告 警方说涉嫌打人的男子 几乎都是郭贵斌儿子的朋友 部分还未成年 而郭贵斌有没有涉嫌 教唆还得再做理清 中天新闻阿公 邁吴千阳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